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妈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发道经啊 就是发道经啊 应该这个不是说应该你想发就发呗 也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要这样说 我相信你如果是了悟了释迦牟尼佛的智慧的话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选择的 因为我们很聪明 你为什么不选择最好的 就像你去买衣服或者是你去商场或者做事 你都会选择最好的 为什么学习不选择最好的智慧 这是来自我们的聪明的头脑的 那发道经应该是公开发 还是自己内心安安下决心的 随你啦 你想不开就公开 你想内心发就内心 没有 释迦牟尼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 我上次发内心以后 先不管后面做好不好 其实当时发后来想好像还有一点迷糊 然后慢慢才清醒 当你说就像行本说 我不看我要发不对的 我要存到我要舍弃一切 你说他要做出这个 不管他当时迷糊发的还是清醒发的 这是个他说了 你知道这就代表什么 他未来他要是做不到 他自己会觉得失眼 因为很多人知道了嘛 就看着他嘛 失足接动 但我心里会想 我发现 不是 老师我是真的想 我知道 所以他会公开啊 个人 为啥以前那些 就是阿罗海佛弟子 受戒的时候 一定要有正量的师父 就是站在四个地方 有很多所有的生人都围在那儿 看着他 阿罗海弟子 就是接动 你可是面对着我 你发誓的 你要是守戒的 你要破戒 你自己就心里说 哎呀我对着那么多人 说谁啊 人家都看着你呢 是吧 其实就是个阶督 你要觉得自己的 自律能力不够的话 你不妨去对着弟子魔法 对着的师兄魔法 说大家阶督我呢 我要成道 我要修行精神 为了知道 你可以这样 或者对着上师都可以 那是个阶督啊 你就会有时候你一破戒 或者一去 做违背佛法的事 菩萨神 你就会想到 想到到处你发现了一场 所以有时候 密宗是有试据的嘛 发誓的 就像入党不是也有啊 我要入党的时候 要举起说我宣誓 为了共产党的事业 什么我要做 这个蛮重要的你知道 公开学士嘛 学士的时候嘛 密宗是有这个密件嘛 密室我要守护密件 我要去终成上师的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要 有时候上师的传法什么 就是我不会说出去 都有的 你要破了密件那个时候 你的心很难受 自己给自己定的一个 对着很多人说不一样 尤其对着有正量的上师说 就是你把上师当成佛陀 你在佛陀面前决 你会觉得佛陀无处不在 然后你破戒以后 那种那种内心深处 那种坎克或者不安 更强烈一点 破了密件 那我可以当成师傅的面 我要成长 随喜 随喜啊 多加持一点 随喜 随喜 随着这个时间的流动 就觉得那个印记 好像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 是的 它是一种 其实吸气之流 其实你做这些一点不奇怪 就是它蛮符合你吸气的 不告诉你 那就是我剩下十八分钟 对大家 对很多就是素食成就你们修行过的 尤其素食是阿罗汉或者是有些正量的素食 修行过的 你不修行 你才不背你吸气的 你修行 它背了你的吸气了 你觉得蛮舒服的 我终于修行可以什么也不管 是吧 借修行之名 什么也不考虑了 所以但是这个不代表不好 但是也不要说 我修行了 我可以理直气壮的 不管家 不管什么 我不能看到 警察 空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